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进乡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地方 子母熊等地的李宗族说葬语穿葬装 子母熊李宗族热巴是狄青木八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子母熊热巴共包括开展血曲和28段舞蹈 每段舞蹈都有相应的名称和奖件 跳法变幻无穷 歌词光复多彩 开场时穿好服装和准备好道具的表演者 在林武者的大领下齐声说唱 歌唱完毕 顺时针方向依次入场围城圈 绕场一周 林武者进入场内 敬献茶酒 叩头礼拜 迎请神灵 礼毕 林武者回到队伍行列 踏着长柄鼓点起舞 女舞者敲着长柄鼓 舞步轻盈 姿态飘逸 男舞者随着鼓点节奏甩动毛鸣尾 舞步稳健 舞步动作上 女子没有太多要求 男子则有抬腿 蹬踏 跳跃 弯腰 碎步 下蹲等各种变化 有反映生产生活内容的 有模拟动物姿态的 每一段都各不相同 歌词有反映自然现象的 赞美舞者姿态的 描述服装道具的 系统讲述了民族历史 生产生活文化 队形时而如彩龙翻腾 时而如白鸟嘲凤 令人目不暇接 在庄重的古典声中 更显古朴与神圣 金江镇纳西族也跳热巴舞 他们称热巴为泪巴 传统上是为了驱魔 消灾 祈求风调雨顺而跳的 祭祀性舞蹈 现在则成为金江纳西族同胞 节庆活动式标志性的项目 舞蹈共分十二届 第一场是请来神佛 菩萨 敬奉香火 第二场是降龙 祈求风调雨顺 第三场是与鸭魔邪恶搏斗 第四场到第八场是从开垦土地 撒种 薅除 收割庄甲 到打下粮食的整个过程 第九场到第十一场是欢庆丰收的场景 第十二场是人们在欢庆丰收之后感谢神灵的帮助 并恭敬地把神灵送回圣仓 金江纳西族类巴比较独特的 使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伴向 整个过程有如一场舞台剧 生动活泼 饶有风趣 上江香木高 巴迪等离宿族村寨 跳泪巴舞 本意为祈求四季平安 来年丰收 目前留存的有十几段 每一段舞蹈均有不同的葬语唱词 其唱词指少数几人唱 唱时整个表演队伍只做平缓动作 唱完后才开始进入每段舞蹈表演 即歌而不舞 舞而不歌 表演时男性右手持短式手摇鼓 左手拿毛拟尾 女性则左手持长柄鼓 右手持弯鼓锤 动型随场次均有不同的变化 且十分复杂 上江香离宿族类巴舞 是当地离宿族 吸收藏族等其他民族的舞蹈表演形式 而发展起来的 在类巴舞表演中柔进荆棘马路舞 是上江离宿族类巴舞的独有特色 表演中 牦牛 小马 白鹤 金鸡 形象逼真 场面宏大 热烈 使上江离宿族类巴舞更具有观赏性 狄青热巴舞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今年来 子母熊热巴 上江离宿族热巴 私农热巴等 频频在州内外各种活动中亮相 颇受好评 而随着各地传习管所的陆续建成 热巴舞的传承在迪庆日趋建号 热巴舞正成为展示迪庆各民族 团结和谐 良好精神风貌的一扇窗口